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因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